大家好,歡迎收看山系之日 今次影片講的是馬鞍山岸平營地 現在拍攝的是馬鞍山燒烤場 不過由於馬鞍山岸平營地的交通其實都頗為格涉 所以就慢慢講這個交通吧 要前往馬鞍山岸平營地,價錢對商議的方法 就在馬鞍山港鐵站下面 乘搭村巴NR84,前往馬鞍山村 不過這個村巴的班次就不太頻密 還有一些常用的時間都很多人乘搭,未必有位 不過乘搭不到巴士也不要緊 村巴站旁邊就是的士站 在新港城乘搭的士上的燒烤場大約5-60元 不過燒烤場這個位置,首先有廁所,還有汽水機 還有燒烤場有提供食水的加水站 如果乘搭巴士的話,也不妨在燒烤場下車補給一下 另外燒烤場也有一個重點,就是停車場 自駕的朋友都可以考慮在這裡拍車 由燒烤場開始出發,走到昂平營地大約1小時 原路也有指示,不用擔心躺失路 由燒烤場開始步行約15分鐘 就會到達分岔位 如果乘搭巴士的朋友,就要在巴士站下車 一直前走就會繼續去昂平營地 右邊就是馬鞍山村 馬鞍山村也有一個安山探索館 有咖啡店可以坐下 之後由分岔位置步行約5分鐘 就會看到停車位 乘搭的士的朋友最盡頭都要在這裡下車 即是在這裡下車的話,再步行40分鐘 就會到達昂平營地 在剛才停車位置步行多5分鐘 就會到達昂平營地的水源位置 這個溪淨在一般情況下都會有水,不會光塗 不過留意,這些溪淨是馬鞍山村居民的水源 即是泡泡水也還好 就不會在這裡洗澡、抹腳等 污染水源 另外,這個水源位置距離營地也有少少遠 就要托住水走30分鐘左右 溪淨上山這一段其實是整條路程最斜的部分 所以裝水的時候就自己衡量 不要太貪心拿太多水了 鏡頭一轉就正式到達昂平營地的入口了 其實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的使用率其實不太高 就看到不太多人責任,而且地上的草都很長 首先就去右邊廁所看看廁所吧 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有兩個行廁 不過這兩個行廁就採取了一些方便行政策略 第一個行廁就鎖住了,另一個行廁就開放 再引導人去某一個刺隔方便清理 現在就正式開始參觀營地 其實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的範圍都很大 魚戶就介定它是中營營地 即是營地有20至50個 所以空間是相當充裕 設施方面就有燒烤爐,桌椅,烏水月 設施方面都相當標準 整個營地都是被樹為主 所以凍風方面都相當不錯 由此可見,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的環境都相當不錯 不過對很多人來說 馬鞍山昂平真正的營地 就不是官方營地 就是官方營地外面的昂平高原大草地 我想馬鞍山昂平這個草地 都不能稱為X位 剛才官方營地就眼看有三隻營 一出來草地 營地多到數不到 昂平高原草地的位置 順利說一句,這裡是非法露營的位置 從畫面上都看到 普羅大眾都喜歡在高原草地露營 原因都很明顯 山有大金鐘 海有西貢海 草地又平又漂亮又大 從環境角度分析 不過近年有太多人在昂平高原 一來就引起一些人關注昂平草地的情況 二來,漁護署對這個地方都加強執法 我行山上來的時候 真的看到有漁護署的人員在山腰位置 聽聞執法的玩法 首先會放一架無人機在草地上空盤船 之後的人員就會上來執法 所以看到有無人機在草地上盤船 就要看路了 總結馬鞍山昂平營地 首先交通方面 馬鞍山昂平營地的交通 雖然不是最格涉 但也屬於頗為格涉的官方營地 乘車到馬鞍山燒烤場 步行約一小時 而位處西貢的朋友 在波羅斜走上去約一小時左右 所以交通方面也有少許不便 設施方面 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 都是標準設施 雖然沒有驚喜 但穩打穩摘就夠用了 環境方面 其實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的環境都算不錯 一片大的草地 又有四面環樹洞峰 又可以走到昂平高原草地散步 看風景、日出 單獨去看官方營地的環境 其實都相當固執 不過留意營地的環境 有少許高低差 如果有可能下雨的日子 都建議去一些比較高的地方 因為低地、低話地區 有可能會積水 電話網絡方面 馬鞍山昂平的電話信號 都是一般的 都是長期收到一格左右 這格信號是可以上網的 但上網看片的可能會比較慢 補給方面 馬鞍山昂平是一個高原地形 四處都是山 最近的補給 可能會提到馬鞍山燒烤場 剛才也提到 有燒烤場的營地 45至1小時左右 其實都很遠 簡單來說 沒有補給 水源方面都比較遠 私隱度方面 馬鞍山昂平官方營地的私隱度 其實都很高 營地範圍夠大 人數使用不多 人們都去了營地外面的草地露營 不過平心而論 馬鞍山昂平營地的位置 其實都很刪卡 水源也很短 所以有差不多的私隱度 都很合理 整體來說 先說缺點 馬鞍山昂平營地的位置相當格涉 坐完車後 都要步行約1小時才到達營地 營地附近有沒有水源 又沒有補給 電話網絡方面都是僅僅夠用的 不過營地的優點 首先設施都叫標準 雖然沒有標準廁所 不過有桌椅燒烤勞烤水月 看似都相當足夠露營 官方營地的環境都算相當不錯 有一大片草地 而且有樹木擋風 另外營地步行約3分鐘 就是安平高原草地 安平高原的環境更加非常出色 有海景也可以看日出 即使不是在高原草地露營 官方營地的環境都相當出色 另外官方營地的範圍夠大 而且使用的人數不多 跟外面草地萬家燈火的情況不同 官方營地相對稱幼 適合追求比較高私印度的朋友 整體來說 我給三顆星馬鞍山安平營地 因為它的環境設施都相當不錯 不過是位置比較格涉 和水源比較遠 不過最後也提提馬鞍山安平營地 是有些地理優勢的 其實地理上 馬鞍山安平營地 是比較接近地鐵站 所以集合離開的話 都會比較方便 不像西貢大嶼山 離開營地搭車 都要搭很久才可以回到家 這點我相信 都是安平高原草地 很多人來露營的其中一個原因 今次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